多听星星唠叨,稍作理财完录 大家好呀,我是星星 最近呢我听到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传言 说这个银行员工呢一般呢都不在自己工作的银行里存钱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会选择利息更加高的其他银行进行资金的存取 那其实呢这种传言也并不是完全空穴来风的 你仔细想一想 其实它有一点点的道理这话怎么说 众所周知呢这个银行内部的管理啊是非常严格的啊 那有些银行呢甚至是规定说员工你不可以帮自己办理业务 你更不能控制亲属的账户来进行银行利财 对吧就算是自己的父母恐怕这也是不行的 如果你违反相关规定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开除 所以这样一来呢很多银行的员工呢 他就在自己银行里进行一系列操作的时候啊 很不方便呢 所以难免呢他们会去其他银行进行这个资金晚来办理相关的业务 当然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银行员工对这个存款的利息啊 他往往非常的敏感 所以说当自家银行存款利率低于其他同业的时候 他们也是不愿意在自己银行里存取的 那么对此呢我倒是觉得很正常也无可厚非嘛 毕竟是正常的商业行为 我们相信平时自个儿在存钱的时候也尽可能会找那些利息高的银行对不对 不过你要说这银行员工一定不会在自家里存钱 那这话也不太对啊言过其实了 那么在我看来呢这两者之间呢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只不过呢是一种正常的选择而已 那另外啊如果你从更大的角度来理解啊 我倒是觉得呢各家银行应该是不太会鼓励自己的员工啊 到别家的银行去存钱的 因为每一家的银行呢或多或少 它都会有一些什么难处的压力 尤其是到了这个季末年末的时候 需要用钱的时候没有存款 那等于是白白浪费赚钱的机会啊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 银行又怎么会鼓励员工去别的银行存钱呢 当然了这也只是我个人的推测把聊 毕竟和整体的规模相比银行的这点公司能算得了什么呢 好的多听信音拉档 稍稍微理财弯录 我们下期见